大家好,我是Den 妈妈母华萨遭到韩国学生家长人权保护团体的举报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华萨去年5月在成军官大学庆典舞台上 摸下题后又放到嘴边的动作 被学生家长人权保护团体以公然淫乱罪嫌疑被举报了 目前收尔警方也表示开始展开调查了 学生家长人权保护团体表示 华萨的行为会让人联想到变态性行为 会让看到的人出现羞耻的感受 这种动作与舞蹈的内容不符 无法被视为艺术行为 对此华萨的所属公司表示 公司内部正在确认事实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举报是有点过分了 虽然看了会很不愉快 但又不是中学高中庆典 是大学庆典呢 能理解举报的家长 也能理解说举报很夸张的人 是华萨太有名所以才会被举报 也觉得举报很夸张 而且那个举报的团体也是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那个表演动作 确实是很令人反感 19级舞台期待自己的演唱会表演 虽然很喜欢华萨 但是请不要在大学庆典做那样的动作 也希望透过这次事件 其他人到大学庆典 不要再做那样的动作 不过说实话 比华萨更严重的舞蹈团队表演 大家不是都喜欢看 为什么只提高华萨呢 那些人不应该也要够吗 这不就是跟酒驾饭 逃睡犯人说的 为什么只抓我 一样的道理 所以对于华萨的这个舞蹈动作被提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最新一集播放的一期开用 二代男台Shiny 以兴趣哈德 击败了四代大红女团 Espa与Lyserapin 夺得了一位 因此也创下了 出道16年次的男团 在KBS NBC SBS 韩国三大地上播音乐节目 都拿下一位的大纪录 这真的不简单 恭喜恭喜 Shiny真的不像是15年次 依然是很新鲜 恭喜下一年 你们果然是最棒的 接下来的内容会有剧透 所以不想要知道的人 KindleDent的 Kuwen Sadan两个人 终于 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图片跟苏西亲吻 在嘴唇碰到之前 互相凝视的部分 真的是爸爸亲吻 娱娜连手都很漂亮 一直想看克克 好喜欢 最近都是用这部剧疗愈神仙 我们再看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